才得以让文化传承下去 力求不衰 接触听众黄一俊金融报道 台湾客户平台买下了香港美妆保养电商76股权 希望双强联手打造最强的美妆跨境电章 这笔交易案金额是高达了10.6亿新台币 第二者还举办了联盟的启动酒会 太好这电商的前景 预计在2021年 全球电商的平台收益将达到5亿美元 带上庞大的数字 希望可以新手一起打世界杯 来创造台湾的经济趋劲